男子暴怒就是一頓罵 他要求里長在他家附近 裝一組監視器 因為有人亂丟垃圾 但沒有影像作證 事情難解決 無奈里長沒有經費拒絕 他氣到把人罵哭 事後還打電話恐嚇 要開槍 事發就在誤日 這名男子家中附近被人丟垃圾 但抓不到凶手 就跑到台中陳世凱議員服務處 以及里長辦公室 要求裝監視器 但都被拒絕後 他氣的打電話到台中民進黨黨部 恐嚇 要是不處理 就要到議員服務處開槍 對此議員也嚇一大跳 這樣子恐嚇的方式 或者是暴力的方式 甚至是說要開槍的這種嗆聲 其實對社會來講都不是一個好的示範 不過他體諒民眾心急沒有報警 但是當事人卻主動向警方自首 在爭吵的過程當中 口出比較會言 講出來不當的言論 警方依恐嚇罪將人送辦 實際回到男子檢舉空地 確實有垃圾 附近民眾也被趕困擾 但大家認為要處理問題 需要理性溝通 不適用威脅恐嚇 事情就能夠解決 TVBS新聞蘇台引導反映 台中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